大家好,我是三浩 今天跟大家講國際新聞 希望大家一如既往 能夠支持Super Thanks 能夠贊助本節目 看完廣告 留言、分享、訂閱、訂閱 免費的訂閱 另外可以收費的就是訂閱Patreon 可以每月贊助Patreon 希望我能夠幫助台灣香港業會繼續業務 希望大家踴躍支持 那麼國際的新聞 莫過於是 就是最近有一些苗頭 有一些趨勢 是不是那麼好的 我們都不可以將它隱瞞 雖然大家看到 台灣總統 台灣不是總統 台灣立法院的院長尤錫坤 訪問捷克 說大家都是民主人 得到很多掌聲 甚至歐洲議會的高層 史上第一次獲得授權 官方官式正式訪問台灣 那麼他的副議長 Nicolas Beer 他是德國籍的一個副議長 也都是畢議 那麼他就說 歐洲在香港遲到 歐洲也都被俄羅斯震驚 但是呢 歐洲這一次 會幫助台灣呢 是絕對不會遲到的了 信世蛋蛋這樣說 那麼他說呢 基於信念 基於敬佩 基於政治的需要呢 歐洲會跟台灣站在一起 他說台灣的繁榮呢 就是歐洲的繁榮 中國對台灣有不協 歐洲不會時為不見 而這個歐洲議會的賦議罪都說呢 歐洲強化對台灣的關係相當重要 中國威脅台灣 是不可接受的 歐洲 是會聚焦在台灣 這個年輕的民主政體 使它絕不能夠淪為 地緣政治的盲點 他說 歐洲不能夠一次又一次這樣 天真幼稚 即是香港 俄羅斯的領教過了 今次不可以再幼稚 他說中國正在放火 甚至無故想摧毀全世界 歐洲會站在台灣的一邊 是要為歐洲 亦都為國際關係 一起努力的 當然說得很好聽 但是 大家看到這些好聽的說話是一回事 我們要叫做substance 實質 實質可以低調這樣做 你不讓我知道都可以 不讓大家知道都可以 我都不需要講都可以 但這些東西是一種打卡 Yeah Good的東西 那麼很多台灣人就覺得 台灣人很喜歡被人捧 很多台灣人不是全部 嗯 可以 覺得有信心 但我要告訴大家 事實上有些東西 並不是如此簡單 我講三件事 第一 佩洛西 佩洛西 佩洛西就是民主黨的老人家 她是美國眾議院的議長 佩洛西 Nancy Pelosi Nancy Pelosi 那時候 據英國金融時報的披露 是會不會事隔25年之後 再一次有眾議院的議長訪問台灣呢 因為她4月感染病患肺炎 已經延遲訪問台灣 去到8月 消息人士 6個消息人士 跟英國金融時報說 她就會訪問台灣 她已經82歲了 那現在8月來 是25年來 繼1997年 美國眾議院的議長 金瑞契就是Newt Gingrich之外 第二個 美國眾議院的議長訪問台灣 那4月的時候 王毅已經說 是惡意挑釁 踩踏紅線 必做反應 效果美國負擔 那今時今日 趙立堅 胡錫進 一直都炮轟 那當然這個不會放過 那美國 甚至英國金融時報都引述 這三個以上的消息人士說 美國內部有反對意見 就說 這次Nancy Pelosi 如果8月來的話 她訪問日本 新加坡 印尼 我來香港就夠了 會請 訪問夏威夷的印太的 司令部的總部 夠了 就不需要來台灣了 那所以現在有變數 那會不會真的訪問台灣呢 未知 我相信這個月內 都不會公佈的了 那起碼她來才知道 那有人就說 中共呢 八一建軍 八一建軍紀念日呢 就是重要 而且接下來 秋天是二十大 所以這次是黃金機會 因為8月1號 建軍的時候 參 就是 參 黃金時間 但是呢 218 親中美共的美國走狗 華爾街集團呢 希望呢 佩洛西不會訪問中國 18一建軍 擺明替中國眼眉 第二 北大會議 可能已經正在召開 或者繼續召開 跟著二十大 十一月 十月 那你的問題就是 現在這個時間去 是不是中國很不開心呢 就是美國會拿台灣派來抗中的問題 那這一點呢 就是 很多不同的意見 那麼 記得美國呢 2月呢 又配這個 Michael Mullen 是退休的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前主席呢 是訪問過台灣 當時還有很多的參議員呢 陸續都是搭軍機來訪問台灣的 降落這個台北的重山機場 那 那麼 今時今日會不會再這麼熱落呢 就是有變數 一 俄羅斯戰爭爆發了之後呢 美國雖然說 厚 就是將中國視為頭好的人 但是呢 俄羅斯一直在那裡交戰 那麼 這一點呢 仍然是這個 歐洲的北約一個很大的威脅 那麼 這一點就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因為這樣 中國會不會有機會成為了快樂第三人 中國一方面 否認和俄羅斯有支援 會幫助他 另一方面也和他暗通喚辱 美國看在眼裡 會怎麼對中共呢 怎麼對中國呢 美國會不會將中國和俄羅斯 視為同樣的敵人來看待呢 抵擊說是 俄羅斯視為對抗的敵人 英國是 中國是拉攏的對象 甚至有些人就說呢 美國要將俄羅斯去軍事化 要將中國去經濟化 即是呢 不是要改變共產黨的政權 這個是布林肯說的 並不追求去顛覆 或者改變共產黨的政權 也都不支持台獨 等等的東西 這就是美國說的 什麼四筆一沒有 那些 現在六筆都有 就是這樣說這些 這些說法 就是說 中國在美國眼中 可以是一個呢 擺在中間 甚至是拉攏 來對抗俄羅斯的人 這樣就很危險了 因為這樣危險的情況 你認不清楚 誰是真正的敵人 俄羅斯 你將它去軍事化 其實不可能 為什麼呢 就是這支說法呢 我看到 有刺帆名副 吳佳龍 吳佳龍 吳佳龍都有這些說法 就是美國有個策略 對於俄羅斯和中國 對俄羅斯是去軍事化 對中國去經濟化 這些呢 對美國看得太樂觀了 We believe in God But we do not believe in Biden administration 這個就是最基本的分別 那美國國策一定是電的 沒有一定的 你看杜魯門 你看羅斯福 OK 你看以前的 這個尼克遜 你看這個 道而不死的 是不是 這些 很多的人 死了為卡特的 是不是 基辛格的 道而不死 你不可以說 美國一成不變 關鍵就是 我們要看清楚 事實局面是什麼 我們要很小心留意 就是美國有一股勢力 開始呢 要出現到這個暗流 我不是同大家講過 美國對於中國 在特朗普時期 所徵收這麼多的關稅 現在拜登 administration 裡面 有人 不是戴琪 不是Katherine Tai 而是 其他的人 比如 財政部長耶倫 這些人呢 就開始覺得 要撤銷很多的關稅 到現在還沒有做最後決定 但是我相信 撤銷很大部分關稅很大 拋出橄欖枝 接著 要跟中國呢 就是跟他講的就是 佩洛西不訪問中國 很愚蠢 中國沒有做任何讓步的 CCP administration 沒有做任何讓步 而美國為了解決什麼問題 第一 俄烏戰爭 其實在消耗著美國 北約和俄羅斯一起消耗 而這個消耗不可能 是使得俄羅斯去軍事化 因為為什麼 核武 一出核武是世界大戰的 但當然它有核武的時候 它怎麼去軍事化呢 等一下會講俄羅斯有什麼辦法去對抗這一點 OK 所以你說去軍事化這件事 講就好聽 事實上 理性客觀想一想 是沒有可能 它只是削弱了俄羅斯的軍事實力 而同時自選三千 殺敵一萬 自選自選三千 喂 你的軍火要製造出來的嘛 對不對 軍火要製造 要供應給人家 還有大堆的大殺弊 被這個Ukraine 被北約 那你的問題就是 美國這樣搞法 是會使得這個戰爭拖下去的話 當然美國軍人不會死 他不會參戰 北約人不會參戰 但錢是個問題 第二 你要看到美國在中東問題 逐招 他訪問MBS 我們上次都講過 即是Muhammad Bin Salman 薩爾曼王柱 沙烏地阿拉伯 為了沙地阿拉伯 為了沙地阿拉伯 不得要靈 開口就是要罵人 飛一半個地球 第一句要罵人 這些什麼外交例如 你就是要罵他 你不要見他 你要求他 就好好講 你想想 美國應該要一個策略 去拉攏以色列加沙地阿拉伯 去對抗伊朗 俄羅斯 和中國 這個就是川普的策略 所以川普退出伊朗核協議 就是這個目的 而今天不是 你又要伊朗做你契弟 但別人又不肯做 你要沙地阿拉伯做你契弟 或者說 我就當你美國和中國 都是我的朋友 你們兩個都好 你美國要我爭產 你收皮吧 麥當 老不死死不去 七十幾歲的老虎 你要我爭產就害我 你叫我爭產 又不給我 我叫你給回那個反導彈系統 美國的反導彈系統 坐落在沙地阿拉伯 對抗伊朗 你不給 好了 我要你和 你使得我和伊朗 和伊斯利走得好些 你又沒有做到更多的事 喊喊喊 接著來這個地方 罵我 又說我殺人 是呀我殺人 那又怎樣 你自己美國沒有殺人嗎 這個就是中國的邏輯 那就是說 今時今日 你要去一個 激權國家 做現實外交 沒問題 拉攏次要敵人 打對抗主要敵人 這種現實外交是合理的 沒有嚴重違反 這是價值外交的標準的 問題就是你今天拜登 去那個地方做什麼 今天極左派又罵你 說你違反人權 見一個人權惡魔 右派的又罵你 說你根本上完全沒有意思 叩頭 黑連 要人家增產 要人家減價 不知所謂 人家欠你 就這麼簡單 那你自己不是開 Keystone Pipeline XL Pipeline Project 協岩油 大阪可以做 你不做 你要New Green Deal 你要跟你歐追左交 一起搞能源 綠色能源 都會搞得和 逃離一班新的華爾街集團 去扼殺一些傳統煤炭 和石油 天然氣的企業 其實你是不是就是為世界好呢 綠色能源是否就是不好能呢 這些是很多的分析可以在裡面 好不好資源呢 你自己想一想 所以很簡單 現在出現這樣的亂局 是一個第二的大弊病 就是外交折騰 而第三是最重要的 加息 通貨膨脹 物價騰貴 民怨四起 經濟衰退 跟著其中選舉來緊 問題就是說 美國去到這樣的情況 你現在黑連 拜登民望只剩下33% 這麼低的支持 當然 輸硬了 你共和黨派什麼人 今次眾議院和參議院的選舉 他贏 贏 贏 OK 那麼你拜登很害怕 就變成 跛腳鴨政府 他於是就不敢 去做這件事 一條對抗 硬對抗 然後找那些什麼 墮胎問題 搞一大堆 但是不要忘記能源問題 有大問題 經濟問題的大問題 就是 哈林伯頓那句話 你不要傻 經濟才是最大的問題 那麼你選票很有關 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大問題 好了 今時今日 佩洛西會不會訪問台灣 就是跟這個大戰局有關 你問我一年之前 美國經濟都不會這麼PK 今時今日 經濟PK 接著它出現了 沙特阿拉伯叩頭動作 出現了 對普京本身 發動俄互戰爭 現在都不知道怎麼辦 精馬癡柱 牛困人機日耳高 史南門外危中協 說問題就是大陸 怎麼辦呢 那麼這個問題就是 美國困擾自己的問題 現在他的內政出了大癌症 之後他要向外做一些讓步 這個讓步出事 如果佩洛西因為這個原因 第一不想得罪中國 因為美國和中國經濟很深深相陷 互相勾連 未脫勾 現在曾經加速過脫勾 尤其是特朗普的末期 就是最後一年 但在拜登執政的時候 這個脫勾 沒有做到 或者慢很多 結果是什麼呢 就繼續出現了很多問題 佩洛西會否告訴台灣 平添並變數 就是這個原因 最離譜的是什麼呢 就是歐盟 現在有個西班牙駐日本的大使 就叫York Toledo Albiniana 就是Albiniana 那他就會在九月 因為六月 歐盟已經通過了九月 就是兩個月之後 就會上任成為歐盟駐中國的大使 而這個人竟然大言不慘 他講些什麼呢 嚇你一跳 他說歐盟和中國是戰略合作夥伴 你這樣說法 就是等於 將拜登的系統性競爭對手這個說法 或者歐盟一直以來的政策 有所不同 什麼叫戰略合作夥伴 美歐力抗俄 援污就是這個抗中 那會不會盼望中國給你垂簾呢 那你是不是跟以前歐盟的政策有所不同呢 那你歐盟不是代表人 你歐盟駐中國未來的大使 你說這番話 有什麼意思呢 第二 他說 要讓中國統治世界是必要的 嘩這個不得了 讓中國統治世界是必要的 統治世界 統治你啊 不知所謂 第三 他說俄中的互相結盟呢 這個是需要擔心 但是說呢 習近平是世界上最強國家之一的領導人 所以我們必須接受他 我們必須接受他 有沒有聽錯啊 歐盟說我們必須接受他 然後他就說 歐盟呢 不可為台灣獨立 相信中國只有一個 而兩岸的出路就是和平統一 喂 你和美國一直以來的國策也有不同 美國不是主張和平統一 美國主張和平解決兩岸分歧 沒有講過統一的 那麼這一點所講的是什麼呢 即是等於歐盟是向中國拋出橄欖枝 講到中國說要讓中國統治世界是必要的 有人說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 其實不是 他表達出一個很清晰的立場 就是親中共 那麼台灣的國安外交系統呢 是做一個緊急的因應 因為他會認為呢 整合歐美 強化民主同盟關係至關重要 而現任的駐歐盟代表蔡明憲 也都回到台灣 去升任做外交部政務次長 去更加嚴正地處理這個問題 而你看到德國也都在遊說歐盟呢 穿連起來 向古阿蘭表示一個立場 就是抗俄式可而止 喂 如果這樣 你希特勒被我滅了 你這類人被人強姦 你這所有的建築物被人摧毀了 我叫你書枝 書枝 總理 抗我 適可而止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 你全家被人輪姦 搶劫 然後殺害 剩下你一個 然後你說 你抵抗我 要適可而止 這什麼道理來的 德國 人權國家 抵抵 吃屎 你 就這麼簡單 好了 對美國呢 台灣六月外交部長 吳超市也都密訪美國 得回來的訊息 據上報的報導 他傳給蔡英文 他就說 美國是為了重啟中國 政治 戰略經濟的對話 而開始 對中國的態度 開始鬆弛 鬆綁 這一點是值得警惕 換言之 無論是歐盟 他先不說歐洲議會 歐洲議會 Nicolas Beer訪問台灣 很好 我先說歐盟 有碗碗碟 有碟碟碟碟碟 歐盟的這種態度 美國的這種 收到的風 尤其是佩洛西訪問台灣 都不會說 我一定來 八月一定來 你看切割那些很乾脆的 八月來就來 但你看佩洛西 左右之絕 都不知道他想怎樣 看得到 現在情勢開始起變化 我很少方向大家 我先做一個 預測 這個問題就會越演越練 你看 香港的南華早報 你知道馬雲 現在不是馬雲 習近平看也好 傳了一個消息出來 說習近平邀請了 有四個國家領袖 十一月訪問北京 這四個國家領袖 就是法國總統馬克雲 德國總理肖子 意大利總理 拉德拉吉 和西班牙總理 桑傑斯 就會在 十一月訪問北京 他說了之後 趙立堅就出來說 否認 說這是假消息 假消息 這些就很有奇怪 放風向 風向標 放消息 測水溫 當然 當然 這個不賣帳 因為這些說法 肯定是假消息 但為什麼共產黨 都要透過南華早報 放這些假消息出來呢 你不要說 南華早報跟共產黨 沒有關係 你講這些東西 浪費氣 為什麼先放假消息 之後否認呢 第一是測風向 第二樣東西 就是 他要講得出 習近平是天朝的氣派 怎麼說十一月呢 二十大之後 擺定位置 等你萬邦來朝 我們天朝接受 萬國來這個地方 齊歡唱同慶河 習近平三連任 你來到了 你不恭賀我 你都不行了 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 你那些一帶一路啊 你的投資啊 想和中國合作 要的話 恭喜我 即是拉攏歐洲 去對抗美國 而現在拜登這麼散約 他的形象已經不行了 MBS 他講話都不記得自己講什麼 MBS Muhamud bin Salman 羞辱他 普京看不起他 習近平在笑他 歐洲就說 你有沒有搞錯 現在開始出現大問題 美國裏面經濟爆煲 美國人都很不滿意他 民望得分三成三 可見嚴重 這件事也不是最嚴重 OK 講佩洛西 講歐盟 都不是最嚴重 最嚴重的一件 就是有盛傳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 去了北韓訪問 所謂何事 就是俄會戰爭打這麼久 俄國要繼續打下去 拉夫羅夫 就是拉夫 就是北韓拉夫 就是希望俄烏戰爭擴大化 最近除了北韓和烏克蘭斷交之外 敘利亞也跟烏克蘭交 這些邪惡俗心 都是親俄的勢力 以後伊朗會不會這樣 會不會跟進 不知道 有可能 那麼你看到 金正恩 就可能會秘密訪問北京 形成了這樣的三角關係 俄羅斯今年 去年豐收 去年豐收 大把糧食 北韓就是飢餓的 俄羅斯會將糧食給北韓 北韓會將它的人 拉去參戰 當然全民參戰是2200萬 但你看到 車臣頂多100萬 你一個北韓 你就算出一半人 我當你1000萬 你都超過車臣的一倍 精兵 你男人 女人一起上 你要的是人 人海戰術 送上去做炮灰 武器呢 俄羅斯給 但是到現場給不給你 是一件事 打韓戰一樣 你當時做炮灰 今天徵召北韓的人 去那裏做炮灰 那你哪個地方會給他 俄羅斯會給他 那哪個賣單呢 中國賣單 中國會給錢給俄羅斯 為什麼金仔可能會秘密訪問北京呢 就是希望習近平支持他 那麽通俄羅斯 跟著俄羅斯給糧食給北韓 北韓給人給俄羅斯 俄羅斯出武器 一起去打這個 對烏克蘭的戰爭 侵入戰爭 普京這盤棋很活的 換言之 他逼到北約出手 他逼你出手 那你英國 或者烏克蘭 就算你北約說不出手 你北約英國也好 波蘭也好 你的志願軍都出手了吧 這招絕 這招這樣的絕法 絕的做法 是會驅動到 整個國際局勢的重大改變 那你中國會不會 明正而言貼上去 還是一直做第三人呢 當然想一直再做 而美國 整個情報 整個盤算 完全是陷於這種狀態之下 拜登這種離流狀態之下 根本沒有辦法應對這麽簡單的挑戰 斯文在參參當政了四年 有否突然過這麽問題 是吧 全部人被他玩弄於鼓掌之中 測不準 拜登 我都知道你說的什麽 你說的事 做的事 我猜到 你這樣的領袖 怎做領袖 怎做大 不是的 你這麽簡單 對不對 所以 在這樣的形勢下 形勢是 西加局勢 是比較悲觀的發展 我不可以說 日日潑大家冷水 我現在在台灣 很有戰爭的威脅 但我可以說的是 大家不要樂觀 期待美國 是一個 好像川普的時候 那麽有力 是有本質區別 不要以為美國外交 都一如既往那麽強硬 說要將俄羅斯去軍事化 要將中國去經濟化 你說這些事 如果說的是事實 說的是reality actual reality的話 顯然謊言 事實上不是這樣 你如果說美國 應該要追求的目標的話 有道理 但是你寄望於 拜登現在的 執政的這班團伙 去做這件事 我便不抱後望 我們稍後再講講其他 的局勢新聞 一段水 如果說是 有點 說 你順便 不是 那 我